北京时间8月5日,英格兰社区顿杯,由曼城与切尔西展开,最终凭借埃归罗的美堪两度,曼城获胜,埃归罗也打进了曼城历史上,第一位打进超过200球的球员,同一天的一场,有异赛,失去了赛里之教的纳布勒斯,以0-5惨败给克洛夫的礼物图, 去年纳布勒斯在发里的带领下大打进攻足球的,最后也仅以微弱的积分差距输给了尤文图斯,纳布勒斯的传控足球在一甲也是一股轻流,独树一致, 发里带领的纳布勒斯上一赛季就与瓜迪奥拉带领曼城在欧冠的小组赛又过两次交手,当时的曼城在英格兰超级联赛就是无敌的存在,一直保持联赏, 所有对手包括现在的切尔基在内,只要对这曼城,采取的战术基本上都是归缩防守,寻求难以找到的机会,做出反击,要不就根本没有机会, 包括后来连续击败曼城的利物浦,即使获胜也从来没有在场面上压制过曼城, 只有当时的纳布勒斯在主场对阵曼城的时候,曾经在好长一段时间,让曼城几乎碰不到球, 这样让以传控足球为毕生执教理念的瓜迪奥拉大为之精,赛后瓜迪奥拉更表示, 这是一场我带领过最精彩的的进攻足球比赛之一, 本场是去对背,切尔西的打法确实已改空地的防守反击的战术, 从上半场开始切尔西与曼城,就展开了对攻,若日尼奥确实作为切尔西改造最重要的一环, 作为切尔西的前后场的一个重要的中场衔接, 但允许是因为与球队的磨合度不够,而且因为阵型过于压仗, 若日尼奥也出现了一两次失误,然后让曼城展开犀利的反击, 上半场的切尔西空有空球率却没有威胁,到了下半场更是在场面上让曼城全力压制, 放弃了以擅长防守打法的切尔西, 恰巴列罗本前面的显向环升,阿归罗还错失了一个单刀球, 差一点就上远了帽子就有办法,下半场双方通过大量的换人, 场面上的传接配合差距更加明显, 光迪奥拉无论换上什么球员,在他的体系下, 两个英超赛季的打磨下, 即战术配合的流畅性、多样性、默契度, 都是萨利带领并才经过几场国际冠军杯演练的切尔西, 不可以同志而论的, 但是以萨利能把球星相对暗淡的纳布勒斯, 带领到差点把油温图斯一架的皇冠挑下的能力来看, 假以时日, 也许我们能在英超的三场上, 看到最强的传控足球对决, 感谢观看,